現在Tesla是否只可以炒波幅呢 即是如果現在這個價位追求的話 如果想長渣 需不需要再等低一點才進入 其實我覺得始終 我覺得整個故事就是 早前不是說什麼東升西降 甚至原來我發覺很多行內的人 是很猜疑我會說短期 我會覺得比亞迪跑贏 這個事實現在真的發生了 其實這個原因是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知道世界龍頭 比較穩陣的EV是這兩間的 你見到這段時間Tesla的錢 我相信是有些真的 拍了過去比亞迪的 短期的 但是這個是短期的情況 但是你說如果用短期的角度 我都覺得Tesla 都只不過是上下波幅 我記得上次都是說 如果你拉一條很平的 大概兩年的上升軌 其實你會見到 底位是大概590的 我都是說上個星期 我都是說你越彈的 你彈的波幅 我都是越八百多的 我自己說先游走這二百多元 暫時都是這樣看著我 因為我自己看 可能始終Elan Musk 真的這段時間太多話說了 變了有些錢真的不是那麼喜歡的 你給它剩下一點 甚至其實其中一件事 也是Bitcoin對它有些錯殺 其實如果Bitcoin也肯穩定一點 其實對Tesla的股價也會有幫助 是 Bit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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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